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郑宇清也被曝出他的立场非常的亲中 那拍摄这样子的影片到底他的目标是谁 是要帮助中国做统战吗 但不论如何民进党部分已经否认说这位郑宇清跟卓仲泰 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位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 他不顾党内外的反对声浪 坚持要到中国浙江去签加海峡青年论台 也跟国台办主任刘捷一会面 只不过他说的话却是让大家听了觉得有点尴尬 他说台独是自取灭亡 还大言不惭 他说国家未来的统一是我们的梦想 这一起车祸双方各说各话 这是一位重机骑士 他控诉是因为市官长开车 但是违规回转 害得他撞车了 手骨折 而且重机的维修费要快30万 只不过被指控的这个市官长 他也喊冤 他说是对方骑车的速度太快 而且按了喇叭不闪也不减速 所以双方才会撞击 他也说重机骑士跟他求偿50万元 觉得有点太夸张 所以两个人谈判破局 现在双方是各说各话 重机骑士获发生在东北角滨海公路上 当时有一辆化学槽车 在经过台二线75公里处的时候 因为天雨路滑 加上没有保持安全距离 就从后方先追撞了前方的一个机车骑士 接着再往前撞上货柜车 那么因为这两辆车都是属于大型 车辆力道很重 骑士被卡在中间 当场不幸假死 请国人务必落实防疫措施 第一 请全程佩戴口罩 避免飞沫传染 第二 回到这种晚报 要带你来看看 常常有人会突然之间暴走 但问题是呢 这个事件倒是让大家蛮摸不着头绪的 这名男子他到小吃店里头去买卤肉饭 结果老板娘因为加了损丝 他就因此这样生气了 当场暴走 甚至把手上的蛋花汤都丢了出去 但是不止泼到店家 还泼到了一旁其他正在吃饭的客人 那这次客人当然也很火大 也觉得这名男子根本是无礼取闹 结果双方就当场也爆发口交 明镜上小剧的起因 会是一碗加损丝的卤肉饭 三地新闻 孟国华许敏娟 新北市采访报道 同样跟区域的有关 不过就是中国东北 先前发生的食安意外 这是有一家人 他们把存放一年 用玉米粉做成的特色料理三汤子拿出来吃 没有想到居然造成八个人不幸死亡 那么后来调查就发现 惹祸的是里头的黄麴毒素 不过这样子的毒素可是一级致癌物 一般的烹饪方式是没有办法分解的 不过其实满多食物都含有黄麴毒素的 像是花生制品或者是豆类制品 就连黑木耳团也是不能够浸泡太久 有哪一些食用上面的危机 以及处理方式 带你来看 今天的网友金寻找 同角呢 我们先带你来看看日本的一名游客 他去秘鲁玩 不过呢 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 他被困住了 那懂了快七个月 所以现在秘鲁决定要为了他帮忙 开放马丘比丘 让他进去参观 因为他一直被困在这边这么久了 真的还蛮惨的 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 但是呢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到底能不能够恢复 什么时候可以去这边玩 倒是很多游客想问的问题 并且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这么好的好运 对吧 如果要让官方为你开放 你可能还是得要再懂一懂 毕竟生命安全更重要 疫情的关系 大家还是先别想了吧 而银长呢 则是来关心的是英国的士兵 是不是有点欠缺操练呢 有一个士兵被量出体重高达了171公斤 被认定太胖了 不能打仗 跟陆军说拜拜 但其实英国军队好像肥胖的问题真的蛮多的 甚至还有信义军人被要求要进行抽职手术 所以大家忍不住开玩笑说 请问一下这英国军队是有多好混 居然还可以胖成这样 可能平常真的是没有在操 而银长则是带您前进到上海 你有没有羡慕过这些名媛们呢 其实在上海居然还有这种山寨的名媛 这是有网友潜入到这相关的名媛群组 他说他也想要体会一下名媛的真实生活 就发现里头其实很多都是假冒的 大家一起集资去买一些名牌包 然后就拿出来大家各自拍照 或是连饭店也都是每个人大家一起租的 那么在里头打卡装一下门面 希望透过这样子的画面跟照片 营造自己就是名媛的假校 甚至还为了满足虚荣感 结交有钱的群主 那么这个群组的对话一公开 也引爆了大家讨论 国三菱影视学院开课了 请来业界专业的老师亲自开班授课 让学生们可以参与目前幕后的影视工作 也可以提早体验真正的职场环境 那么在课堂当中表现很不错的同学 还有机会试镜争选 回到最终的晚报要带你来关心的 于是艾科发商旅集团 还记得吗 先前爆发了经营群的纠纷 这是前董作跟现任的总经理 双方可以说是闹得不可开交 那么现在警方经过了一年多的追查 还抓到了11名的嫌犯 就发现这里头恐怕有黑道介入 那么幕后的黑手是现任的总经理吕自修 他找来了万国帮的大哥 然后再结合其他的帮派 总共有四大帮派区介入这个经营权 对前董作进行施压 甚至据说连一些老员工也都被逼退了 然后让帮派成员进驻 但是现在这整个案件的审理还在持续 只不过现在的总经理跟地方的角头合作 也难怪前董事长不愿意承认这经营权的转让 双方到现在依旧僵持不下 台南市铁路地下化工程最后的两间拆迁户 警方拂晓出击 以人墙还有铁栏杆的强势作为 在凌晨三点多中进驻 须里乐在现场原本的声援者 那么六点钟正式把这两户给拆掉了 那么当时里头还有住户崩溃大哭 但是问题是这两户现在看起来是已经无法再抵抗了 因为这场抗争已经延续了整整八年 2012年住户们就收到了通知要征收土地 那么当时有很多的居民表达不满 说没有协调也没有工厅会 所以他们不希望拆迁 也不希望土地被征收 那原定2024年要完工的计划也因此延到 同样也是跟自家的权益有关 在屏东县府门口 有一群来自内谱的居民 他们要抗议的是永久屋为鉴要被拆除了 结果有一位卢姓长老 他比较激动 劝着大家表达意见的时候 点燃了不明一体自焚 造成了身体有20%的烧烫伤 那么他表达诉求的方式相当的激烈 而说到这里的永久屋 过去是安置八八风灾搬迁下来的 好茶村还有马家等部落的居民 但是因为空间不足的关系 所以有一些居民就自己去搭盖了铁皮屋 而主管机关认定这些是违鉴必须得拆 可是居民们觉得这已经是他们的家园了 而要拆掉非常的麻烦 也因此激烈的抗中 第二个星期 让您看看百货公司的周年庆大战开跑 那当然银行业者也寄出了很多的信用卡优惠 还有业者推出的是女性捐属的信用卡 卡片上面有一个经典的玫瑰图筒 那么今年还创新首创了风潮式的店片 你可以配上你喜欢的香水 成为你自己专属的卡片 这消息就是康轩的董事长李万吉 因为违反了居家检疫规定 还出门被裁罚了一百万 那后续传出他揪出吹哨者 导致一位女员工因此被离职 因为这个事件的关系 让康轩真的是引发了轩然大波 而李万吉就在刚刚发了声明盗窃 说这件事情让影射员工的身心受创 他也向这位员工致歉 至于社会的各界批评指教 他说他会深刻的反省 稍后都会有更完整的报道 再带你一前进到新北市板桥的重划区 有一个新建的社区 这里头因为环境清幽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买在这里很棒 但是却有一些居民都说 入住之后才发现 对面预计要盖公园的绿化用地 居然变成了自住洗车厂 所以每到半夜就有很多的年轻人 把这里当成水乐园 胡乱喷洒水柱 而且大声喧哗吵闹 让住户真的很头痛 自住洗车厂 也是蛮多人现在创业的新选择 虽然说投资门槛 其实不低至少要400万取跳 但据老姐平均5年就可以回本 那除了传统的投币计价之外 现在还有很多业者 是进化云端处置很方便 所以开幕当天呢 也必须要大肆的宣传 为了招揽会员还不惜砸重金 请来辣妹舞团 当然很喜欢吃鸡肉 每天的鸡汁屠宰量就有大约80万只 不过现在有平面媒体提报 双北杠高雄总共有三间官方的家禽市场 里头的电载机 清洗的过程当中都有加入次氯酸钠 也就是很类似漂白水这种消毒水 用这个洗击难道没有问题吗 不过能我会现在回应说 加入的量因为是符合规范 不会对人体有害 很好奇说外面卖的咸水鸡 这个鸡肉偏白 是不是真的也是加了漂白水呢 记者也实际来测试了一下 发现加了漂白水的鸡肉 反而变得是比较黄一点 那么加盐水的鸡还是一样比较白 不过把两者放了十几分钟 也都没有变色 代表保鲜的效果是差不多 所以外面卖的这个咸水鸡到底有没有问题 消费者恐怕还是很难用肉眼辨识 对 还是很难用双眼辨识 三十位网站陈佑荣 台北报道 现在很夯的一个景点 是桃园青浦的水族馆Xpark 那么在八月份开幕之后 真的很夯 不过呢 现在有网友就发现说 这里头的这一些水中的动物 会不会其实他们的环境并不是很好呢 他留富敏的原因是因为 他发现很多的海底生物身上都有伤痕 比如说水母的触角也断了 而鸿鱼的嘴巴也受伤 就怀疑说 这环境的设计是不是有一点问题 对海底生物并不是太友善 那么水族馆方面也回应了 说他们一定会找出解决的方法 很多人都好想要出国 是闷了九个多月了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去呢 现在台湾跟帛琉在商讨 旅游泡泡的合作 虽然说相关的细节还在讨论 不过已经上了帛琉当地的报纸 当地的旅游跟饭店业者 当然是乐观其成嘛 台湾的旅行社跟航空业 也已经摩拳擦掌正在准备 不过呢 因为机位的关系 再加上疫情调整 可能还是需要一些 简易的证明费用 所以价格当然也就高了一些 过去可能三万块 可以出团晚五天 现在至少要多到七千块左右 再关心的是 中共13号到17号 要在佛建沿岸进行实弹军演 距离金门只有71公里 那浩千金门女战神的陈玉珍 有没有什么样的评论呢 他在政论节目上面就说 七十几公里蛮远的 可是呢 民进党立委赵天林就说 共军到金门天空撒野 海域乱来 这个距离恐怕不是问题 是这个念头本身就不对吧 陈玉珍怎么会不敢开骂呢 陈玉珍就解释说 他相信善意 才能够带来善意 现在国民党希望能够做出改革 而立委林维州抛出了一个 改名字这样子的议题 希望能够去中国化 不过其实呢 党内倒不是有很多人支持 因为他们都觉得 其实改名字 似乎没有什么太多的实质效果 像是前总统马英九也直接说 这根本不必讨论 党主席张启成也表明 这不在改革的内容当中 连青壮派代表侯友宜也说 其实改变自己 真的比改名字来得重要 毕竟呢 如果只改名 你们实质的中心思想没有变的话 那还是换汤不换药 但是在国民党内部 又有人认为啊 这个党部的风水是有碍前途 必须得转一转 所以有中常委呢 就找人帮门口这个正煞实施 去点睛 因为说有眼无珠不是很好 大家过去国民党呢 也做过类似的事情 包括移走主席办公室前面 被说很像是三炷香在拜的三只旗杆 还有风水池养龙鱼等等 都希望这风水改一改 能够让前途好看 国总统川普 重回造势行权的第一站 选在佛罗里达 那么演说当然同样是炮身隆隆 甚至还加码秀舞技 选的是70年代的热门金曲YMCA 那么他这样子的一个举动啊 让拜登也忍不住 在竞选活动上面也播了舞曲 要证明自己还是异为活龙 大家看习近平12号高调出访 广东潮州 那么在抵达之前 甚至还先透过官媒进行预告 要展现自己亲民的一面 还去企业视察 可是啊习近平却再次提到了 自力更生这件事情 似乎也呼应了中国在美国的制裁之下 的确是面临了困境 不过却是要民众自力更生 难道政府不管吗 民众得要吃自己 不知道心里头的感受会是如何呢